这些就是你跟了小猪一天 打探回来的成果 对啊 小猪都验过了 都是真货 特别特别棒 老大你手里那橙子特别好 慢点慢点 几乎没有了 都是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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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真 老大我错了老大我错了 都是小猪与小丫头窜头的我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老大老大 你有什么事 我抓到行符了 蓉儿五妹 上次识约 凶心甚鬼 天香酒楼再与君妖 冒险相会 甚至甚至 蓉妹 叫得还挺亲热啊 太过分了 我倒要看看 敢跟老子抢蓉儿的这个小白脸 到底是谁 老大 老大 他怎么还不来啊 大嫂都等着急了 嘘 我我我我 封大哥 你终于来了 快坐 上次封大哥没来 我还怕你这次也不来了呢 这天下呀 不太平事太多了 人在江湖 义子当头嘛 这难免 就会有些身不由己的时候 所以才更加令人钦佩嘛 妹妹 此次你前来可是独自一人 没有被人跟踪 不怀疑啊 放心吧 冯大哥 我知道你是行事谨慎之人 所以这次特地差人在外等候 这样子有人来的话 他就能送来通报 要不还是说 妹妹你思虑周全 还是能把思虑周全 冯大哥 数日不见 你又威武了不少 不知可是做了什么一举呀 除强服弱 乃是我背本分吗 冯大哥 你简直是我见过最勇武的英雄了 真是 不知荣儿何时才能有幸为你分忧啊 这又何难啊 不过难得妹妹你有如此热忱 我定不够疯 宋大哥 那吃了我的酒 由于人为定 不能反悔哦 不悔 不悔 不过妹妹 你借女流之辈行走江湖 需处处谨慎小心啊 等哥哥以后 苍苍可让你好不好 好 好 汪大哥 那则是不如状态 不如就今天 没想到妹妹 你比我还好急啊 谁在外面 许诗什么人在吃酒吧 来 冯大哥 不如姑娘 我们换个地方再学啊 免得被那些操汉打扰了兴臣 ات 跟后晚安 跟后悔 得